我本来想要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 因为这边今天没有小孩子 我们就让过去不要讲好了 因为时间也快到了 这故事都很好玩 小朋友都还听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故事 主角都是谁 都是动物 这是一只狸猫 这是狸猫跟小兔子 我随便取这个意思好了 我只有公命就可以跟孩子听讨论主了 讨论了 互动了 各位 各位 你们发现主角是谁 隔壁的狸猫跟我念字 隔壁的狸猫 那你们猜猜看哦 这个故事的主角应该会讲谁 外人猫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你就是狸猫 因为那是狸猫 他们的狸猫